從來沒有人會質疑我對捍衛中華民國臺灣的決心 這些決心都是要靠長期的 不是選舉的時候就拿來說說而已 郭董事長他之前講在臺書上發文 他們寫說你一見尊敬823他們的反併吞精神 但他後面寫說不能把反併吞拿來做選舉消費 但他說是在針對你 針對蔡貢徑的反併吞 我不知道郭董事長說的是誰 不過對於捍衛中華民國臺灣的決心 對我來講是從來沒有人會質疑我對捍衛中華民國臺灣的決心 這些決心都是要靠長期的 而且具體的行動來證明 不是選舉的時候就拿來說說而已 我相信我們大家共同的責任 就是要守住臺灣的民主自由的方式 也要守住我們國家的族群